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出埃及记第五章 一到十四节 昨天我们提到上帝对摩西的护照 并且有各样的同在 安慰能力和引导等等 那摩西也勇敢的回应托付跟使命 五章第一节 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这样说 所以摩西亚伦去 跟法老说 不是我们说的 是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们是代言人 这是上帝的意思 荣我的百姓去 在旷野向我守节 这是上帝的 这个我的是指上帝的 不是你的 不是法老的 是耶和华的 以色列百姓是耶和华上帝的百姓 不是埃及的 所以法老你没有主权 我才有主权 结果第二节 法老怎么说呢 法老说 耶和华是谁 使我听他的话 容以色列人去呢 耶和华是谁 他是一个藐视的表达 他的意思是说 他是哪位啊 我不认识他呀 那我为什么要听他 我凭什么听他 其实是一个很轻蔑的 对法老来说 他是当时候最强盛的帝国 以色列人是他的奴隶 那这个耶和华 我听也没听过 根本不晓得他是谁 凭什么 意思是说 他是哪位啊 凭什么叫我听他呢 我不认识耶和华 出埃及记的一个主要的主题 就是耶和华是谁 摩西也在努力的认识他 以色列人也在认识他 这个法老之后 他就会认识耶和华是谁了 因为透过食灾他就知道 耶和华上帝是胜过埃及一切神明的上帝了 但是这里他说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他 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所以就很清楚 法老的意志完全跟上帝的命令完全相反 他们说 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他们当然是摩西亚伦 他再次强调 是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是他托付我们来 他要我们来 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 既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这前面已经有讲过 这个其实是为了显出法老 他的心意 在当时候的奴工奴隶 他们都可以请假 为了祭祀的缘故请假 基本上就是大概一周的时间 去祭祀他们各自的神 埃及有很多的神明 他们当地的努力 是可以为了祭祀的缘故请假 可是这个法老却不愿意 让以色列人去敬拜耶和华神 那摩西亚伦说 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这个我们 其实是一个委婉的说法 这个我们就包含埃及人跟以色列人 其实是摩西亚伦的意思是说 如果没有让我们去埃及地 也要因着你不准许的这个命令遭灾 第四节 埃及王对他们说 这里强调埃及王意思是 他只是有权柄掌管埃及 而上帝是掌管天地的主 这个埃及王对他们说 摩西亚伦 你们为什么叫百姓矿工呢 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 他把摩西亚伦也列在奴隶当中 就是说你们也去做工吧 你们只是奴隶 又说 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 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 以色列人后来我们知道大概两百万人 所以埃及他们盖很多建筑啊 王宫啊 这个金字塔等等 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奴隶 所以他说你怎么可以叫这些百姓矿工呢 如果他们不做 这个埃及会缺了很多的这个奴隶缺了很多的工人 他们的国力也会受亏损 所以他说你们为什么叫百姓矿工呢 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 又说 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 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 当天法老吩咐都工的和官长说 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 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做砖在当时做砖是泥土或沙跟一些草 让他质地是比较坚韧 他们树长做砖的树木 你们仍旧向他们要 一点不可减少 因为他们是懒惰的 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 就是不给他们这个草做原料了 让他们还要增加找草的这个 找这个原料的这个工啊 第九节 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 叫他们劳碌 不听虚谎的言语 法老在这里呢 用了一个政治的技巧 他首先呢 曲解了以色列百姓的呼求 以色列百姓的呼求是 哎呀我们工作很重 他就曲解说 是因为他们懒惰 以色列百姓说要去祭祀耶和华 其实他们不是真的要去祭祀耶和华 他们是偷懒 他们想要偷懒 既然他们想要偷懒呢 就给他们做更大的工作 第二个呢 要指控摩西亚伦 第九节后面说 不听虚谎的言语 因为摩西亚伦说是上帝叫我们来 那法老就说 没有啊他们说谎 而且他们是因为懒惰 他这样做会造成后面我们就知道了 法老这样做其实就是离间了 摩西亚伦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信任 因为摩西亚伦来了 那法老却跟这个都公还有百姓说 不要听摩西亚伦的话 他们是这个托懒 所以我现在要让你们做更重的工作 那以色列人做更重的工作 当然就回头来抱怨摩西亚伦 就让摩西亚伦要完成上帝的心意就被破坏 看起来在这里好像被破坏了 第十节都公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 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炒 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炒 就往哪里去找吧 那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 第十节这里说 法老这样说 第五章一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却没有被遵行 可是在第十节 法老这样说 我不给你们炒 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炒 就往哪里去找吧 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 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 见遂皆当作炒 法老的命令一下 立刻被遵行 上帝的话一说 被法老拦阻 看起来好像这个法老的命令 是比较有能力 在这里 十三节都公的吹着说 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 与先前有朝一样 法老都公的 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 就都公就来责打以色列的官长 所以埃及也是从以色列人当中 选一些人做官长来管理以色列人 打他们 那这些以色列人的官长呢 他们受责罚 打他们说 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树木做砖 玩你们的工作呢 当然我们知道是没有草嘛 没有草 所以今天就不能够按着树木把砖交出来啊 那被责打 OK 今天的进度到这里 然后后面我们就会看比较完整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呢 法老在第二节 他竟然这么样的高傲的说 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呢 我刚才解释的时候已经说了 其实法老的口气是 他算牢记 我为什么要听他的 那为什么法老会这么样的骄傲呢 高傲呢 因为对埃及人来讲 法老他也把自己当作神 那他拥有一切的权势 法老在当时候 在古代那个时候啊 几乎是最强盛的帝国 因为亚述还没起来 巴比伦还没起来 所以他几乎是 全帝最强盛的帝国之一了 因为他拥有这一切 他抓着这一切 所以他就自尊自大 他就非常的高傲 瞧不起上帝 其实我自己也在想 我们当我们拥有一些 可以掌握 可以拥有一些权势 一些能力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像法老一样 会自尊自大 会非常的高傲 非常的骄傲 我就想起我小学啊 有次考试考了第一名 我在班上当班长 我就很得意啊 我就觉得说 老师他请我管理班级秩序 我可以寄人家 乖不乖 寄人家 有没有上课 有没有说话 好像有很大的权柄 所以我就开始使唤同学 去福利社帮我买点心 有同学甚至呢 他想要讨好我 他自己会请客 请我吃冰什么的 我觉得自己好伟大 可是你回头看 那有什么 就是小时候的一点点成就 人真的好软弱 我们有一点点的小成就 我们沾沾自喜 然后呢 不断的吹捧自己 高举自己 真的当我们在某一个领域 稍微有成就的时候 神祝福我们 其实这一切成就 也是神祝福我们 可是我们稍微有一点成就 好像当了主管 或者我们被人称许 被人看见 我们就会洋洋得意 我们就会像法老一样 我们好像就目中无神 真的会 真的会 求主联名我们 让我们真的知道 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甚至有时候 我们去传福音 人家会跟我们说 我蛮好的 我过得很好 我不需要上帝 意思是说 不用他来管我 我自己过得非常好 求主联名我们 帮助我们 不管我们现在 有什么样的成就 过去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 求主让我们谦卑下来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神的仆人 让我们谦卑下来 单单的来侍奉他 单单的来听他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谦卑下来 真知道我们一切所拥有的 都是从你领受的 主啊 求你 求你联名我们 因为当我们拥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成就的时候 我们就会忘了我们自己是谁 主啊 求你继续光照我们的心 透过今天的经文 出去我们的骄傲 好叫我们谦卑的听你的话 谦卑的降服你的旨意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